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月18号据说他们还有全国反中国的大游行 这些人说 刺你等不晓得会怎么样 那么今天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骇人听闻就是在越南的台商的工业区 有500个人集体中毒 集体中毒 而且有三个人已经死亡 这非常严重 因为罪的关系 那到底是谁被下毒了吗 是谁下的毒 未来会不会更加的死伤 今天我们要来观察 其实关键还在于越南的反中国运动 因为中国也当共亲蒙打猴在越南的门口 家门口盖了转油平台 那么因此越南人一方面已经等同主权被侵害 而且很多的渔民没有办法捕鱼 那接下来中国跟菲律宾也爆发重大的冲突 就是他们的海礁 那么他们现在填土要盖机场 盖跑道 所以未来不止中国跟日本 中国跟菲律宾 中国跟越南 甚至于中国到非洲 也搞得大家非常的紧绷 但是这个对台商都影响很重大 因为很多人因为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所以台商说越南这样要撤之 那要撤去哪里呢 我们有哪里可以撤呢 接下来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怎么来解决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今天邀请了来宾 第一位我们就邀请到越南台商协会 商务促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陈家达陈老板 陈老板你好 大家好 他在越南他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越南人对中国这么的反感 另外是邀请的亲民党的副秘书长 刘文雄 刘文雄你好 以及立法委员蔡黄郎 蔡文雄你好 另外是媒体的朋友 钟年华你好 同意告别人请大家好 以及王时奇17号 主持人大家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则最新的新闻 这个台湾工业区 台湾工业区发生了数百名工人集体中毒 这个越南的清华省 几百名工人在台湾工业区喝水中毒 事故是发生在昨天的中午 目前已经知道有三个人死亡 整个工业区已经被封锁 那这是这个照片 就很多人其实是在急救的 是在医院里面的 我先请教一下蔡文 这个有点解读什么现象 我感觉这个这里民间的时候 整个越南那个反装的民主情绪那么高涨 然后又是针对华人 当然北部的地区这一次好像受伤害比较小 那为什么有这个中毒的事件 会不会也是跟筹划排华有关系 我们希望要深入调查 那归根救援还是如果真的有排华的话 也希望说外南人要认识清楚 台湾不定于中国 中国不定于台湾 如果因为你排华 你去别人的水滴 别人在吃水你会放毒 还是在无垢的人 这也是责母 所以即使是排华 我们都希望说越南人一定要深切的了解到 越南跟台湾 我们的民间关系非常的好 台湾在越南的投资也很多 你也很多人嫁人我们台湾做我们台湾新门 我们食物集体动作 小学生什么营养午餐 还是去吃这个食酒 那是说食物不干净 那不是说有人下董 这如果500人以前我看这个下董的可能性 而且可能是从蓄水池或水塔下手 你才一次500人 而且你看照理说 怎么会有人死 我们喝水 照理说 喝水你不可能像罐头糕 一次一汤这样喝 一定是口渴的时候喝个一杯两杯 那如果会被毒死 不晓得现在搞不清楚说 到底是水源被污染还是说被下毒 但是那个毒性应该蛮强的 特别就是敏感嘛 台湾工业区哦 没错啊就是这样啊 因为现在在排华嘛 所以我不知道 在担心说是不是越南人如果真的是排华 而是造成了一种攻击事件 这样就很不幸 因为受害是无故的人嘛 陈老板清化城在哪里啊 应该在北边 北边越南的北边 应该在北边 这是外南嘛 所以他大概在什么地方 应该在北边啦 应该在河内附近 应该在河内附近 这附近就对了 但是这一次暴动好像在南部比较严重 北部比较没那么严重 所以我在想这个可能性就是说 因为这次其实在越南不是排华 是反中 这个诉求可能要把它聚焦在这个地方 那反中以外呢 那这造成这么大的事件呢 可能是反越而不是反中 也就是说越南的反对分子 在那边作怪 因为我今天早上我跟同奈省的 那个检会长 检志明会长 我跟他请教过 他说有一百多部的车子 摩托车 他的车号都是 有从柬埔寨进来的 有从北越这边下去的 并不是当地的人 所以领头在冲那些摩托车 都是外地的 他把它冲破以后呢 把它玻璃打破啦 放来火烧了以后呢 当地居民就去捡县城了 所以我们就叫他抢劫 其实他不是他去捡县城 江老板 反中有声势加号 反越有声势加号大 他渗透在里面 他渗透在里面 就是说你去正规的游行 完了以后他后面就来了 这是正规游行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是怀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反越有关 在制造纠纷 制造事件让政府没办法收拾 我是怀疑这样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只是预测 那我们还要静待他们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是好 那么这个陈老板他在越南已经十几年的历史 等一下请他来谈一谈 就是说越南人为什么这么反中 那么接下来的台商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等一下因为五月十八 就是礼拜天 那据说有全国的反中大游行 会刷在等吗 等一下继续讨论 先休息这广告 好按照今天这个比较新的统计 我们台商在越南有两千多家的工厂 那么这一次有大概一半 一千一百家是停工的 那么受伤害的大概有一百多家 那这个很多啊 其实是这个可以说满目苍疑 请大家看 这是我们有一间工厂在那里 我们的火车也叫这个兵车 请大家看 这台车火车兵车 工厂在里面变这样 那我们再看 这个是里面的厂房办公处所 可以说我们像建建了 那么再看这个 这个也是 这个是轿车 轿车叫兵车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会长 是平阳台商协会的会长 蔡婉针 蔡婉针蔡会长 他的办公室里面变成这样 他办公室里面还有我们的国家 这是台商会的会长 台商协会的办公室 这是这个工厂里面 你看这是这个保险柜 保险柜 保险柜 竟然还有什么 对这里 那应该用烧的吧 敲出一个大洞 可能用地址来 实际说里面如果敲开 说没什么钱你也不赔了 对啊 这太辛苦了 对是麻烦的 好所以抢劫不是没有对不对 好那这个是 这是厂房里面要去非修 办会修 这是暗时 这是暗时 那这也是暗时 这车车转车了 还把它办会修 好那再看 这个是晚上的时候 你看火光熊熊 可以说有些人是 一辈子的心血 互之一炬 这是可能 我相信是 沉口 沉口里面 沉口里面变成了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地方 很严重 那这是对人的伤害 你有看这一个人 叫站在头下 随上它是烙火 它烙火 这一炬又严重 这一炬 这一炬其实 老实说它的头上 沾到血肉模糊 阿倫是做马赛克处理 那么他们要求是 中共要退出东海 这是越南人 这个人是越南人 为什么不随南海 写东海 对啊好奇怪 因为对越南来讲 那是东海 那是越南的东海 但是中国的南海 它称为南中国海 越南的东海 对对对 好 那你看 越南我是看不懂 但是它英文写的是这样 英文写的是要求 越南要求和平 可是中国回报以战争 就是那个转有平台 现在就要滚出越南 好这样 那看这些照片就说 其实他们是缓中的 可是受害的是台商 因为他们认为台湾 台湾也是中国人 那我先请教一下陈老板就是说 越南人现在怎么这么缓中 越南人本身就很团结 尤其地域外伍他们就是非常团结 那在那个地方他们也认为说这么接近我的越南的国土嘛 他们的渔船都在那边作业嘛 然后他们在那边已经也做了很多 赚了很多景嘛 所以现在中国要进来分一杯羹 他们这个民族情绪就会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越南只要有一个人一登高一呼 马上就一定想赢了 越南人很莫名其妙的 他这个爱国情操 跟民族情节是非常强烈 非常强 超过我们的想象 而且是一致的 男男女女都一样 不管读书没有读书都一样 是为什么啊 越南民族的特性 长期被殖民 过去几百年 长期被启用 民族的特性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专流平台很关键 非常关键 他们说请问答来到我的问候 应该是这种感觉 那这是这个长国安局说的 518越南全国反中大游行 那今天晚报 越南反中后天大游行 台商揣在蛋 台商本来就揣在蛋 问题是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消息是从这个 听说这个消息出来的是越南的反共 还是说越南的这个反政府的这个单位是发出来的 是个从网站上面已经看得到这个是这样的单位出来的东西 那他们申请当然政府不会允许嘛 那所以政府是一直在压制这个事情 那我昨天跟裴大使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讲这个绝对不会发生 跟越南驻台湾的大使 对对对 绝对不会发生 绝对不会发生 政府全力阻止这个事情 不过按照这个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平阳台商协会啊 那个蔡婉针会长 他也是警告台商哦 说五月十八这段 为了确保台商的生命安全 我们还是强力建议 五月十七号下午三点之前 可能请台商务必前往安全地点 五月十七号就是明天宅 对吧 对明天宅 尽量避免外出到五月十九的上午 是状况在行判断了 就是什么要美哦 这个是对的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避险嘛 它有没有发生 我们不要去躺着浑水嘛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啦 但是基本上 我的看法是它不会发生 但是也要防范未然 越南的中理副总理 昨天张梅有出来讲 说他们会全力制止这件事情发生 他们的公安部门今天也说 已经抓青几个人 但是那是外南的政府 有处理的部分 我们只能尽量请他们 可是我觉得如果 那个蔡会长说 请台商到安全的地方 去躲起来 那请问哪里是安全的地方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垃圾堆啊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外交部 我们的代表处 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 给还留在平洋的台商 可以暂时去避难 比如说也有人建议说 你应该在胡志明市那里边 看你做整个办公室 政府出钱把他走来 请台商 来这里担 外面去协调越南政府派公安 在外面 维持秩序 那这个事情 我们的政府到底 有没有做 还是说我不晓得 陈老板说 还是说平洋当地的台商 他觉得不需要 其实这个我们在越南 都是大家都是互相都有在 运动移动 比如说今天台商会 哪一个省份有台商会 我们都是移动来移动去 其实我们的旅游都是很自由 很顺利 我想是应该是 比如说你到胡志明市来讲的话 应该就是比较安全 不过我觉得那个问题是在于说 就算政府不准这场的游行展开 可是有两大问题 第一个是说 现在其实是网路的世代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做了强力的压制 可是我担心说 他跟过去的传统的模式不一样 过去可能是从一个点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扩散扩散 变成一个很大范围 可是现在因为是网路世代 所以他可能是用点状的方式 因为他会是后过网路的 所以他可能很多点 同样都有这样子的情绪反应 然后所以如果同时爆发的话 那个状况会非常的 规模会非常的大 那还有就是说 就算5月18号没有这场游行 可是当地越南人 他们反中的情绪在不在 仍然存在 那只要那个情绪一天没有消除掉 台湾人的危险就一样会存在 是啊 好啦 不过要进攻过进城 要请教这个陈老板 我是台湾人的贴纸 你有传播啦 你有传播 事实上这个事件 已经目前慢慢告一段落了 这个贴纸也来不及了 事实上这个贴纸要印的话 应该10天前给大家 10天前哪 那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件其实是我们在那边台商都没有经验 当地的政府也没有经验 最大的罢工了不起是把你的那个大门推倒 进去打几个人就出去了 从来也没有这样一个暴力的啦 放火的啦 这个在越南是根本不准的 不可能发生的 越南是共产社会 那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 他们是失控的 我看法是失控的 现在你过期也不知道会发生啊 对不对 未来你也很难预测不会发生了吧 那未来是因为这个中国跟越南之间的 因为这个南海的这个油卷的问题 那我想这个是刚刚开始 以后是越远越略 所以呢后面的危机呢是一直存在的 而且会指数会更糟糕啦 所以我想现在开始 我想台商也是要有警觉心啦 因为他白天的时候是冲撞两次 晚上的话就啪就进来了 所以那个晚上是来不及反应 是好 那么等一下回来啊 我们再看哦 有一个台商公 他啊 一天一天就被砸八次 一个他的他的这个厂房被砸八次 所以他想撤资啊 我想说撤资是要撤一堆的 那么刚刚这个陈老板说啊 未来啊只有越远越略啦 那这个很难罢休的 那事实上不止中国跟越南 中国跟菲律宾也很紧张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这个是蔡文睿哦 对对对 他的弟弟啊 对 他的弟弟 你看看他的工厅 去往燥到这个厂房 你注意看 这是这是一站楼子哦 这是柜柜 柜柜 燥到这样哦 他为平地啊 燥到什么厂房 燥到那个地板是破坑的 你有看到吗 这是他楼面上嘛 嗯 结果他哦 他在米的呢 米的柜柜 米的垃圾柜 可能啊 今天他回来的不知 他说 他陷穿柜柜柜柜柜就没有了 他是穿桌子回来的 他今天说啊 13号发生暴动 当天下午一点开始 陆续就有民众骑机车 拿着越南国旗 在厂房外面巡逻 越南人还说 看到中国人就打 那蔡文贵解释 他是台湾人跟越南人解释 我是台湾人 但是这些越南人 蔡仁彬 但是这些越南人根本不管 还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只要是华人 就全部当成中国人 这就是问题 没有办法 我们还要说 我是台湾人有好吗 陈老板 还是要呼吁 呼吁什么 不管有好不好 一定要说 那这个 护民长 现在对这类建户 这样处理这个事 怎么样 你感觉 不是有人说他是脑残吗 之类的话 我觉得 这恐怕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保护侨民用一张天使 这有画幅 有加持过的 对 可能有到 到那个什么工 我在想 这个 你就看到那个 叫我们斯亚平 昨天在面对 李玉玲 不是 李玉玲 讲话的时候 他说 那李玉玲说 那你们准备要包机 你知道斯亚平怎么问他 委员 那你保证 一定有人来坐飞机吗 拜托 一定要保证 有人坐 你才派飞机来吗 已经情况这么恶劣了 所以我是说 心态出问题 那我也必须说 这次我也觉得意外 因为 就像陈委长说 跟当地的民众都很好 那为什么这些民众 难道他不晓得这边 就是台湾的工厂吗 应该知道吧 对 我在想他刚才讲了一段话 我想稍微了解 可能是什么状况 但是5月18号 就看5月18号表现 因为你知道在 在那个那个那个 海境 近海那边那个那个工业区啊 就是我们的台错的那个金刚厂 核进 核进 制钢厂 对 那个是越南境内最大的一个投资案 外资投资案 当时总理去怎么讲 他说这个是改变越南 改变东南亚最大的一个机会 那我请问 他能说全越南人的 不晓得这边是台湾的 一定知道 那为什么还容许他进去 这个将来越南政府 一定要有所交代 管他是台湾人 是外国人 那你像美国的 韩国日本也被打 当然我不能用这样 就解决中国人跟台湾的问题 但是5月18号 如果还发生这个事情的话 那你越南政府就很难交代 刘源讲那个核进 其实他那个情况是比较特殊 因为台湾的投资 大概100亿美金 很大 台湾关系也不错 所以他在事发的时候 他们有协调当地的公安 在外面给他们保护 但是也是工厂内部的 中国籍的工人 跟越南籍的工人 在工厂里面打起来 那有得说 不是我外面 是从里面打起来 里面就打起来 对啊 那这个是今天 引述联合报写的 说 我们在外南的干部 台湾派去的干部 月薪大概六万块 那中国的干部 台湾也请了很多 中国的干部 月薪大概是四万块 那为什么会请中国干部呢 说因为他们能力蛮强的 学习力也高 上进心也强 然后也愿意学习越南语 那也请了越南干部 可是越南干部的薪水 只有一万五到两万 他们有在地的优势 那不是干部的人 就当成越南的劳工 那一个月大概六七千块 那因为中国干部 对越南干部 那个态度是很不好的 苛贷 再来是薪水的问题 所以他们这个反中情绪 不只是那个 不只是那个赚友平台 其实是总爆发 干部一样 陈老板 这个多多少少说对 但也不全对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台湾的工厂 台商跑到越南去 请那么多路干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背后的原因 因为我们台湾的工厂 先迁去大陆 那大陆养成了一些技工以后 就利用这个技工 顺便移转到越南去 有他们方便的地方 但是说你叫他用台湾的干部 去取代这些大陆的干部的话 第一个比较贵 第二个人性的关系 两三个月后 给他回来台湾一次买机票 大陆他们也不需要的 对不对 他一年回去一次就OK了 所以那个老板的负担 是比较轻很多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台湾脱节了 台湾技工已经不再出现了 没有那样的技工 所以这个东西是台湾 中国政府会动辄打骂吗 那个是会 尤其是在刚刚初期进去的时候 是很严重 多严重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造成罢工 管教不当嘛 就是变成罢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个管教有多厉害吗 就是我也听说他好像军队一样这样管嘛 那越南人民他是一个非常不服从这样子的一个不当管教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嘛 所以他们起来反抗嘛 所以呢后来这个情况其实已经在改善中 现在也没有那么严重 我实在是不知道 因为像很多工厂市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你有请中国干部吗 我是不愿意请 为什么 为什么要到那个越南去还要请中国干部呢 我就是反问你啊 那不然有那么多人请 方便 所以陈老板你是请越南的干部跟台湾过去的干部 我是自己去年越南干部起来的 我是在地化的 因为你先想看 越南干部 中国干部 比如说我要盖一个成绩厂 我就搞了1000个员工 我就带进去一两百个大陆干部 那那个上面的这个整个管理阶层都是大陆干部 包括PCMC整个都是管理的那个物料管理跟这个进度管理 都是用大陆干部 你看越南人会起来吗 他都是在做第一层的 永远生不了 永远在那边没有机会上来 所以他的薪水不仅是薪水调了三四年以后 他就再换一批薪的进来 从已经开始又爬 他们就是这样子在玩 生产管理啊什么什么材料管理 所以越南的员工可能看不到很多的愿景 对不对 他当然就是我的路被你塞死了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看不到的问题 这些大陆干部在那边的时候 不仅阻碍了他们上来 而且他们也不太愿意放手交 交完他就要回家了嘛 对不对 我记得我在三十年前在台湾 三四十年在台湾的时候 我刚刚去上班的时候 我们那个是中日台湾台日合作的公司 在东远的一个台安企业上班 那个时候日本派的机师进来的时候 技术委员人员进来的时候 他们是有使命的 三个月要回去或是六个月要交棒回去的 是交完就要走的 可是我们的台商用的路干是进来就待在那边不动 他就交不完 交不完他不愿意交的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他在管理上面 他也不愿意充分跟你合作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将来我们 谈到以后要怎么做 我是建议就是说台商真的是要开始要用台湾人 台湾的干部进去来去取代 那台湾干部进去的话成本会不会增加呢 是不会的 因为你把越南的干部拉上来以后 整体来讲cost是当的不是比较 high 所以大家多花点心血多花点努力 然后政府要开这种职业训练班 让台商现在有这些人可以用 因为现在没有人因为台商台湾已经没有工厂可以训练 训练才接得上 这个是这个政府应该是要去做的事情 我是利用这个时候呼吁的 来我们再看我刚才说一天去找八边不是假的 一天被砸八次台商这个台商想撤职啊 结果今天世界台商总会的会长叫李芳信 他说台商想撤职现在最欢迎的国家说什么你知道吗 我说印尼啊 因为台商纷纷开始打听印尼柬埔寨的投资环境 不过他说哦 印尼1988年啊 印尼对华人也不友善 发生排华大暴动 排华很严重 是上千人耶 对啊 要撤职 要撤去哪里 本地的中国投资哦 老实说也有存在这种民主的危机啊 所以说台湾人实在是一个真打拼的民族啦 全世界各地都有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探听梦家啦 要到梦家啦去投资啊 尤其是纺织成衣 有很多都跑去梦家啦 台湾人是有上级的机会他就会去啦 但是从这一次越南事件开始之后啊 我们的台湾要开始考虑说 事实上政治是会影响你投资的环境 譬如说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这个都是高度啊 可能在未来的南海事件当中 会跟中国会有敌对冲突的这种风险 那你在这边的投资 就要有自救 要有警觉心啦 自救就是说譬如 我们是不是要求我们的政府 像张迪外交委员的这季 外交部长大家也这样说啊 我们一再强调中国是中国 台湾是台湾 我们希望各地的侨民 现在也要透过这些到台湾的月配 或者月老 让他们回去传达说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未来不管你是到印尼投资 到马来西亚投资 或者是在泰国都一样 未来这个都可能 变成一种风险 外交部长都与台湾说一说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他要去登国际的报纸在越南嘛 我跟你说 对不对 我跟他讲要求召开国际记者会 他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了 他都不愿意 而且他不愿意撤侨 后来我去查了之后才知道说 撤侨它是有一种主权 还有一种人权彰显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所以只要谈到撤侨 非常敏感 所以311日本福岛大地震的时候 跟这一次的越南事件 他都不要用到撤侨两个字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 好 我们来看 因为这个会有这么大的纷争 最主要是这里运藏的非常丰富的矿产 还有油气 所以呢 南海油气田的分布图 其实这个白色的都是 这个白色的都是 这个都是 请大家看 这是油气田 所以呢 中国宣称这些都是它的经济海域 那越南说 这些都是我的经济海域 那中国就在这里设了钻友平台 可是你看 这是越南啊 这里设计的钻友平台 这里说你们家的 我都不能处理 不能抓虚 那这个钻友平台 在这边 请大家看 这个钻友平台在这边 可是这个钻友平台 你不要小看它这样 这个钻友平台 叫做HD981 大型钻友平台 它高有40层楼高 有这么高 120公尺左右 差不多 因为又插大黑地 它的价值是盖这个 要花10亿美金 很贵哦 它说海上钻友平台 往往都需要包括 海军在内的船舰保护 所以我认你也不用想来 来给我安装哦 好 那这个是这个今天啊 最新的 就是中国的解放军 总参谋长 叫黄峰辉 他跟今天在美国啊 跟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 今天就有一个会议 然后他就发表记者会 他说中国坚定在南海 赚井探游 所以未来 你也不用想要拿哦 没错啦 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 一寸都不能撕哦 不过美国也已经公开讲了嘛 请中国克制嘛 请双方克制 然后他们也认为 中国的动作 其实是有带有挑衅的行为 所以中国崛起之后 不断的在这个东边南边 扩张他的军事的实力 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威胁 今天看到的是越南 其实菲律宾之前也有 他不但是军事上面的扩张 其实也有这个经济贸易上面的 货物倾销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他其实对于菲律宾啊 印尼啊 越南都造成了经济上面的 还有军事上面的威胁 所以接下来那个 刚刚陈老板讲到说 接下来的冲突会来越 越来越多 不但越来越多 而且是越来越大 因为现在他是从日本开始惹惹惹 一路给你惹 惹到整个南边 那所以你看他这一整条 岛链 独缺台湾 因为只有台湾在面对主权 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像其他国家这么强悍 因为比如说钓鱼台 碰到主权的问题 然后这一次的专游平台 也是主权的问题的时候 哇人家就会开始起来 严重的声明啦 然后人家也集结 他们自己的人民的力量 或者是军队的力量 可是只有台湾没有 看一下 我们刚刚看的是 中国的钻游平台在这里 所以中国跟越南是对峙的 那现在我们看的是 这个叫做赤瓜礁 赤瓜礁 中国正在填土 那这个赤瓜礁在哪里呢 在这里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福利宾就在这边 有看到吗 有看到 其实这里很多岛屿是福利宾的 那这个赤瓜礁呢 中国的船啊 就在海里面抽杀 抽杀以后用管线呢 把它抽到这里 所以他们说 他们在填土 已经填成这样 他填这样要干嘛呢 要做跑道 填这样要做跑道 结果呢 福利宾啊 说把12个中国渔民抓起来 因为他们补我们的海龟 我想起码是 他抓了 然后呢 这个福利宾啊 就起诉了12个中国渔民 这个事情啊 福利宾说他们开第一枪 开第一枪 那福利宾另外就是 跑到联合国去控诉说 去告状 上次那个黄岩岛的冲突 黄岩岛冲突 所以未来中国跟福利宾之间的冲突 会不会越演越烈 再来是台胸 福利宾的台胸是怎么 南海我看是变成一个火药库 福利宾的台胸 现在已经刺在等了 看到外面这个情形 福利宾人也很飘悍 尤其是发生我们那个 有人在马来西亚 被福利宾的暴徒绑架 你知道福利宾他们其实是很飘悍的民族 这个民族主义最难控制 有时候民族主义发生的时候 那是变成暴徒嘛 所以福利宾我们台胸在那 投资的经验也不太大 虽然说无关人那样大 不太国那样大 但是如果按照在东南亚的投资的话 他也算台湾人很早就去福利宾投资 所以现在福利宾的台胸 我长有一直在国安局新的李翔作举讲说 位已筹谋 对吧 你已经有看到外面这件事 你会有那个民族 怎么样去跟菲律宾 现在就要去跟他们官方沟通 然后我们的菲律宾的这个 台湾的这个马里拉 或者是苏比克湾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工业区里面 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些因应措施 要怎么去区隔中国跟台湾 这个要赶快去做 我跟大家讲 这是中国有个解放军的少将叫罗元 这个超级鹰派 超级鹰派 他在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 他说福利宾侵占了我们八个岛礁 现在又抓捕我们的渔民 非要和中国撕破脸面 那我们只能以牙还仰 以眼还眼 中国首先要热令菲律宾 坐摊在仁爱礁的军舰离开 因为他现在有关注在仁爱礁 否则呢 有多种手段我们可以清场拔点 物卫言之不欲 意思是什么 别怪我无声跟你说 所以我的意思 可是呢 菲律宾也不是软软的 菲律宾现在 打算提供三座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 而且正在跟美国 现在就在跟美国举行 肩并肩的联合军事演习 总共为期十天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中国的崛起跟邻国都搞得非常紧张 我现在为了抗中为了反中 在修理台商 菲律宾的台商要不要担心 我们那个贴纸 要不要 多硬一点 要不要赶快送去菲律宾贴起来 等一下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跟越南之间 因为那个转油平台 所以烧的这么激烈 那也看到了中国跟菲律宾之间 中国因为填海 然后这个做跑道 那这个也搞得非常的激烈紧张 现在我们看到日本 这是日本 日本在今年的4月21号 说日本将加强与纳国岛的军力 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 那怎么加军力呢 日本的军方在最西端的宇纳国岛 破土兴建雷达战 40年来第一次扩张军力 另外又在冲绳 4月20号 又在冲绳纳坝基地成立 12C预警机的部队 要与雷达战做互补 那宇纳国岛在哪里 在华林是东方 宇纳国岛在家 很小的一个岛 距离台湾多 一百几公里 一百几公里 不好意思 距离台湾刚才一百十公里 为什么要做雷达基地 要监控钓鱼台附近来 对 日本将追踪钓鱼台附近的 中国飞机跟船只 另外呢 他们也要派驻150人的部队 到宇纳国岛 日本也很坚定 然后呢 日本的紧张 说2016年3月底之前 要在纳坝基地扩张 F-15战机的部署 2016今年20几年 多少 14 两年后而已 对吧 来我们看 那美国的态度是什么 美国甚至于欢迎支持日本 解禁集体自卫权 他们最近正在讨论 上面有说集体自卫权 因为日本因为二战一 因为他是侵略国 军国主义侵略国 所以他的现 他的现法里面 将规定说 你只可以有自卫队 不可以有军队 所以我们知道 你不能叫海上自卫队 陆上自卫队 空中自卫队 那所谓的集体自卫权 最近你不能再讨论 而且有可能会通过 就是说 这个日本 他现在宪法是规定说 我只能防卫 我不能攻击 但是呢 他们会放宽 那个防卫的定义 就是说 为什么要集体自卫权 比如说钓鱼台 还是说日本的周边的海域 他们认为说 受到违辖的时候 他的自卫队就可以出动 就可以采取一些军事的动作 那这个宇纳国岛 其实我再补充一下 宇纳国岛 在我们的华联管境户 有一间办公室 你看他宇纳国岛 跟华联有多近 他有什么要设办公室 因为宇纳国岛上面是有居民 一般他要紧急医疗的时候 他上等于日本太多了 所以他会往花莲送 而且不只这样 日本那个雷达战 其实除了监视海面之外 他还可以监视水底的潜水艇 当然不是监视台湾 因为台湾的潜水艇 都均匀到要死 都加强战备 那是台湾呢 还蛮安静的 有我们有呼吁 倡议东海和平协议 就是采取一种出嘴巴的方式 而且刚刚讲到日本 日本不但 其实我相信 日本菲律宾 不好意思 叉个话 日本菲律宾 越南这些国家 其实都在关注台湾的动态 大家都希望 可以把台湾立场的表示 可以跟周边其他国家 都是一致的 你是站在对面 对 否则你看这一连串 就其实独缺台湾一个缺口 那刚刚讲到 那个日本 除了他有实际的 军事的准备行动之外 他其实安倍 其实也很努力 安倍在第二次上任之后 他拼命在跑 这些东亚南亚的国家 比如说什么 他跑到印度 印尼 菲律宾 不断的在访问 为什么 因为他要 要联合大家的 那个军事的战略的地位 那时候跑到蒙古 对 所以他就是要把 要围堵中国的势力的崛起 所以这件事情 中国的崛起 其实对于每一个国家 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可是就只有台湾好像看 对于这件事情 是看得蛮轻松平常 然后还蛮清淡的 但是我觉得很严重的说 因为他是国家的主权问题 既然是主权问题 态度就要坚定 然后就要强悍 所以你不可以闷不吭声嘛 特别是当台商都已经受到了 这么严重的威胁的时候 就大声的讲出来 去买广告 拼命的去做宣传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可是我们的政府 看起来没有这样子的决心 也没有这样子的努力 是 其实中国的决策 其实中国的决策 竟然也坚定得飞着 这是那时候的国家主席 叫胡锦涛 这是2007年 说中国在非洲的超强公司 遭到公开质疑 这是第一遍 就是胡锦涛去访问 胡锦涛去访问 他首次出现反中现象 你非洲 那这个是2013年 2013年的3月 泥日的中央银行的行长 类似我们的彭怀南 写发表公开文章 呼吁非洲 透过跟中国关系的浪漫外表 清醒认识到 中国帮助非洲真正的目的 你不要小看泥日 泥日很大的国家 以前我们也帮交过 因为跟中国建交之后 所以跟台湾断交了 活该 泥日有一亿六千万人 很大哦 一亿六千万人 这是很大的国家 他说 以前的中国帮助非洲 是真的第三世界 他当老大 可是他现在帮非洲 是在剥削 主要是油跟矿 对 我们要认清楚 不要再浪漫 他讲说 而且他们都没请非洲人 这是中国西部 五月十六号就今天 他说中国到非洲去设厂 你知道吗 他们带自己的员工 自己赚啊 带中国的员工 带多少人 八千五百万中国员工去非洲 八千五百万是要赚啊 这已经比很多世界上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了 八千五百万 中国好像在每一国都这样 他都是采取一条农市 有钱一定要我自己人赚到 绝对不会放一些油水给其他 其他的人 那你说 搞到连那个真骨得 你知道真骨得吗 真骨得就是你保护生生 真骨得说中国就像殖民国 豪夺非洲 这是2014年的二月他讲的话 灵肠类动物专家真骨得告诉法新社 中国开发非洲资源 就如同早年欧洲殖民国家所做的一样 对环境造成大灾难 那真骨得警告说 这个这回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可能更为巨大 为什么 因为中国去非洲都开发矿产 输入中国的民生用品 那他说中国更大 而且科技更进步 但是这非洲是什么 大灾难 大灾难 不然这块均匀 这整个非洲 中共的经营非常用心 现在几乎 非洲的大多数的国家 都倾向中国 美国很均匀 而且我们唯一的邦交国 叫做什么很长的名字 11月份要跟中国 互设商务办事局 可能就是要变强 变强的变强 马东特鼓励的啊 我们非洲邦交国 这样你名叫不出来 有一个很长 这么长 我现在让我认为 不是 盛多美国明星 对…